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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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不是南京曾经用过的古称 哪一个 好 喂 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给一个确定点的答案呢 不是不是南京人敢告诉他正确答案吗 好的 我会赢 因为我有枪手 好 来 明道那边的答案有 哎呦 你们还在改吗 马上就要交卷了 不是 因为我谁知太丑了 所以我请他们再提一次 那答案是我想的 哎 你也没有比我好看呢 好 来 现在 3 2 1 请亮起板 好 两边答案是一样的 月城 真的很默契啊 哎呀 对不对 先来问一下 明道这一对 这个答案是谁想出来的 这个答案是 他们两位 那我刚才看的时候 因为天津啊 印天江宁这些东西你们都常听到 但是月城很少听到 没有听到过 好 这边完全是靠民众的声音打说 对 我的这个答案是这位帅哥帮我想的 那你为什么想月城 理由跟明道差不多吧 对 就他讲的我们都讲了 差不多 答案统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好了 那么多的成名是不是 已经把你搞得头昏昏呢 在这里我要揭晓的是 唯一不是南京曾经用过的古成名的是 剑宁 真正答案是剑宁 所以月城南京曾经也用过 是作为古成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道题来 请看 好 那在我身后呢 就是中山林啊 这里是这个白马公园 这边有位 有位师傅一直在这儿 邀请我们来吃个冰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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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直在这里是在练声吗 不是 精灵邀请我练一练 精灵邀请我练一练 精灵邀请我很有名 这样好不好 你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出一道题目 用你的邀请好不好 好的 来 诶 蛮有特点的 大家赶快来猜一猜 刚才这位大师要和的是什么意思 你要来猜一下他要和的是什么内容 这位帅哥 就这三个字 反正只要人家说什么 他都已经说是什么 好 看來他們已經被誤導的全部往食物上面拆了 沒有關係 X 好了嗎 還沒 明道我們要倒數了 他們還缺一個字 5 4 3 等一下等一下 還沒寫的 欸 曹恩 他在作弊喔 欸 你要快一點啊 5 4 3 2 1 拼音也可以啦 他們不會寫那個字啊 沒關係啊 用換一拼也可以啊 只要你解釋出來意思 這是什麼字啊 這是什麼字啊 好 請亮提反 炸酥雞 炸酥雞 那邊是叫花 雞 雞 都跟雞有關 他可能那邊是進口的 這邊是國產 對啦 兩個雞的品種不一樣 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究竟我們這位老先生叫賣的是什麼 來 請看 炸酥雞 耶 哎呀 這肯定不是炸燒雞 是不是 對 那這個正確答案應該是什麼 不是炸燒雞 也不是參加 是我們過去老藍營 架庭一個用具 就是陶米蘿 哦 是陶米用的 是不是 是賣陶米是這樣 陶米蘿是這樣喊 對陶米蘿這樣喊 好 讓我們 剛剛有人知道這個答案的請舉手 蛤 有真的有人知道 真的你們知道啊 兩萬多人 只有三個人知道 你們都知道 哎呀 厲害 太難了 這個難嗎 這個是比較早就在那種街頭巷尾 那種老南京才會有這種叫賣的那種東西 陶米蘿是什麼東西啊 就陶米用的那種蘿 就竹子癲起來的 陶米然後洗米用的 對對對 洗米用的 明白了吧 其實呢 我一直覺得我們會0比0到最後 我也覺得 太難了 沒有 下面應該會有送分級啦 好不好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道題目 請看 大家都知道現在南京的很多地名 比如說清涼門 太平門 齊慶門 這些呢 其實都是南京在明朝時候 京城的城門 現在呢 我就身在南京最著名的 請看 中華門 這也是南京目前保存最好的一個明代的城門 在明朝的時候呢 叫做聚寶門 來 今天在這裡我就要提出一個問題 那就是 南京在明朝的時候 京城一共有多少個城門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普及一下 這個京城的意思呢 因為我一開始在錄這個東西我也不太懂 所謂的京城的意思其實就是內城 就南京的內城 有多少個城 我們可不可以比較接近的就算贏啊 可以 最接近的可以算贏 這個我知道 那你猜中當然就贏啊 跟你說要念書 那你猜中當然贏 那我意思是如果我們都沒猜中 寫好趕快啊 藏好不要給他看啊 好 這個答案好像很快就出來了 來 請亮牌 3 2 1 開始 一個是13 一個是137 不是啊 13個 還有圖解呢 這還有城門 13個城門 為什麼會是13個呢 這個喬恩你剛剛非常的有自信 是這樣子的 是 南京這麼有名 全世界都知道 南京的城門有13個 所以我當然知道了 好 那這位正在畫素描的先生 這邊的答案是 為什麼 那個 明道有讀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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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聲一點 太小聲他們沒聽到 明道很聰明 明道有讀書啊 對 當然這個答案呢 是他們跟我講的 哈哈哈哈 他也不是很自信啦 聽出來 好 那我們看看究竟13座 對不對呢 來 請看 謝謝 蒼桑雄偉的中華門 在這裡已經駐立了600多年 經歷了600多年的風風雨雨 它見證著南京這座古城的變遷和發展 好了 在這裡小路要告訴你們剛剛那一題的答案 南京在明代時期 京城一共有13個門 哇 好多好多的門啊 說明當時的南京就已經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大都市 比如說啊 有這個通緝門 太平門 中山門 水溪門 當然還有我們在這所在的這個聚寶門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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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d 04 指示 可以 不可以 好吧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 成績是1比1平 好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